大家好,我是鄭松泰, 多謝了, 多謝各位的理由 首先呢, 很多謝的就是這麼多的嘉賓 這麼多的主理嘉賓, 你們抽空出席 因為呢, 我們都知道就是一年幾日假期 很多的朋友都是出了去旅行等等 但是大家百忙之空都是來到我們這個 我鄭松泰, 新界西, 和水媽, 我們去排斥要開張 非常之感驚, 再次多謝大家, 多謝你們 那麼我們議會公民, 普通政治學院, 和香港復興會 在現在這個時候呢, 推動著, 很努力推動著一個叫做 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的運動 這個運動的意思呢, 對於我們來講, 是很直接, 和簡單 我們就是要透過我們香港人, 我們自己的雙手, 我們的意志 去建立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 獨立, 自決, 自主的香港 邁向一個獨立建國的過程 在我們這段日子裡面, 當然我們會面對著很多的困難 譬如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我記起, 在2月29日, 我們宣佈了這個運動之後 然後那天晚上, 3月1日, 我回到家, 我老婆就問我 我老婆問我一個問題, 她說, 為甚麼有這麼多的方法 這麼多的路向我們可以走, 但我們偏偏選擇一條最難的道路 我老婆問我一個簡單的問題, 為甚麼我們選擇一個這麼難的道路 是因為, 意義的話就不是我們做的 她跟我說, 其實, 可能很多的大眾, 只需要你們換一下衣服, 穿回到西裝 你們就可以順利得到我們的支持, 入到議會 但我跟她說, 入到議會不是我們的目的 入到議會就是一個手段, 是我們能夠成就全香港人 能夠透過五區公投, 我們透過我們的變相公投, 一人一票 去實現到我們香港人的民意的彰顯 就是, 由香港人制定屬於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受伏我的大太, 我老婆, 我跟她說 這件事我們要做的, 不單只是為我們自己個人 而且是為我們的家庭, 我們香港的每一代 也都這樣, 後來我們找了水媽 水媽在哪? 在這裡 張耀心, 是我們的拍檔 我記得水媽說過一句話 有記者問過她, 如果妳真的來積極考慮 在新界勢出選, 妳會把妳的時間 多少投放在我選舉工程上面 所以她跟我們說, 她說 由始至終, 她都是100% 投放時間在她兒子上面 她說, 記者很惡言 那妳怎麼開始這個選舉工程 她跟我記者說, 這些100%的時間 為什麼要投放在我兒子上面 因為我的選舉工程 就是要100%為我兒子而做的 就是這句話, 我很相信 無論我自己, 或者水媽 我們現在都很準備了這個困難的選舉 這麼困難的道路 不過, 不過 我們相信的就是 即使這條路有多麼艱難 我們要公民和大家 是會和我們一起開拓出來的 所以在這裏 我要多謝這麼多人手足 搞這個地板的開張 見到的東西好像是很簡單 但實際上, 他們是用了很多的心機 很多的時間去想 我們怎樣才可以高高興興去還一天 為什麼呢? 我們的地板呢 除了叫做鄭松泰地區辦事處之外 但那個名字有點噁心, 其實有點噱噱的 坦白說 因為我對自己的名字有點不太喜歡 是, 我老爸在這裏 知道嗎? 我老爸在這裏 另外一邊就是演戲唱遊室 演戲唱遊室 就是我們今年新界西地板的主題 因為我和水媽 我是教育人士 水媽是一個家庭的主婦 一位媽媽 我們會覺得的就是 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我們香港人 我們現在不懂得怎樣去 找到自己的快樂 我們失去了尋找法律的能力 我們在香港住了十幾年來 明明那個制度是令我們不高興、不開心 但是有人會跟你說你忍 忍多十幾年就會變得更加好 但不是的 慢慢下去的話 我們不是不懂得快樂 我們是沒有了尋找快樂 和建設快樂的能力 所以我們的地板很簡單 就是接下來這段日子 希望大家能夠有空 有時間的時候來我們的地板 不要說什麼 只是來玩而已 只是玩而已 不要跟我說 從這個遊戲中學習 夠了 小朋友 從一歲開始學到三十歲 都在學習著 在讀書 為何不開開心心玩法日呢 所以希望今天 大家能夠在我們今天地板開張 我們一齊 好高興興 開開心心 一齊吃下東西 大家玩回 多謝各位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你們 最後 最後 我都有一點補充 花了一點時間 很多 很多的朋友 都會跟我們說 其實你們要的公民 進不進屋 改不改變得到 其他人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其實我們所做的一點一定 是默默地影響了身邊的人 我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今天是7月30日 在一個月之前 我媽媽 我媽媽 我老婆 我兩個弟弟 我媽媽 我媽媽 兩個回音 兩個回音 有一點 然後 我狼狼 還有一點 喂喂 OK 刪斥醒一點 刪斥醒一點 好了 對了 今天呢 最後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 究竟我們的 形象 要公民進不進屋 會否影響到 改變到身邊的人 我想說 今天呢 我媽媽 我爸爸 我兩個弟弟 還有我老婆 加上我幾隻狗 還有一隻留在家裡 因為太老了 我竟然會中暑 全部都離開了 看人開帳 但是呢 我想說 這件事怎麼促成的呢 其實是幾百下的 本身呢 我媽媽在一個月之前 就約了我 和我兩個弟弟 加上我老婆 不斷跟我說 4月30日我記得是擺山 本身今天是拜山 這個時間 在山上要拜山 那我跟媽媽說 我需要30日的地板開張 那拜山怎樣 我說 其實拜山 都是將我們的歷史 然後寄託在我們下一代的身上 哪一天都是一樣的 但是地板開張的只有一天 不會開很多間 大家多多支持 那結果呢 我媽媽 放了她所有兄弟子們的飛機 走來看我看地板開張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自己 也多多支持自己的家庭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爸爸呢 在香港生活了60年 他是未投一次票的 他呢 完全不是選民來的 去到上個月 他才正式填寫了選民登記的表格 現在會是誰呢 鄭錦滿 我想說 有呢 在香港幾十年呢 都沒有投過票的 牛佬和倫遇國呢 在那裏 他們剛剛登記做選民 他們是你選民來的 那屯門 那屯門 牛佬屯門 你看啊 那屋子你們都看了 啊 你打了回來 不是啊 牛師傅和阿倫過呢 他們都是非常之難得 特意去 和我們看地板開張 因為呢 我一開始聯絡去的時候呢 我說喂 牛師傅你們得不得閒啊 牛師傅說 有東西玩啊 當然是玩啊 就馬上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 拜託你們呢 呃 呃 幫幫忙忙啊 萬幾票有了吧 十幾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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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在這最後 多謝各位 大家多多支持 未今一辛苦大家 多謝你們 多謝